现在我见政府未曾全面检测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政府是严格一点 做得彻底一点 做它一个多两个月 已经可以有机会清零了 所以我认为全面检测一定要跟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是很努力的 所以有很多节目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的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我在深圳和司老板隔空Zoom来对话 司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我之前说过在深圳其实挺自由的 回到大陆我可以随便去 而且我已经去了几次澳门 不过我知道香港的情况其实不是很好 也挺严重的 每天都超过百多宗 有些是不知的源头 整个商业和经济都有一些 在关注的 其实我想再一次问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上一次讨论不够透彻 就说其实香港现在疫情的解决方法 是不是一定要透过强制性检测 才走出这个疫情的困局 我觉得反而不是最关键的 香港的疫情 相对欧美国家 相对欧美国家 其实是不是那么严重的 就是譬如美国 现在一天都过20万的新确诊人数 如果以人口比例计 等于香港一天有四千多五千人新确诊 现在香港只是一百人左右 都是美国的四十五分之一 所以实际上不严重 但是在不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都时不时 经济 社会的一些正常的活动 都是被迫 要受到限制 经济无法正常进行 拖拖拉拉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政府是 严格一点 做得彻底一点 做它一个多两个月 已经可以有机会清零了 但是要做这项工作 不是贸贸然宣布做就有得做的 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商界要做一件事 你也要看看 你需要的资源够不够呢 现在我见政府 未曾全面检测 已经是很多地方发觉 人手不够的 跟进得不彻底的 那你不是说下个决定我要做就可以的 譬如你说要全面检测 之前 我们也试过做过 就不算全面检测的 就是某一个 是要做一个时段 提供 检测服务给全港 但是全港没有 全部去完 幸好没有全部去 如果全部去 都会讨压服务给全面检测 可能会满蛋 吃不消 所以其实要做全面检测 你会在一定相对短的时间 完成 有结果出 这样才有用 这里做一批 接着那批人就出去走 接着做下一批 其实是不能做全面检测 你才有得全面检测 起码你未检测出来之前 你要在家里 没得走 全面检测一定是在家里做的 香港没有那么多地方 检测完个个去酒店住 酒店住不了那么多人 那全面检测 由 谁去监测 食物问题 或者某一些人 要不时去复诊 看医生 很多问题你要解决 起码你检测员全部不给出街 有一段时间 控制住 那这件事 要政府 第一个政府是不是决心去到那么尽 全港都要管 延禁的 那另外 你决定这样做 有没有 人员 那一个有没有政府工作人员 有没有足够的医疗人员 如果不够的 是不是借用内地的医疗人员 那现在唯一有得借的都是内地的医疗人员 但是有一部分医疗人员 现在是 很排斥 内地的人 来做的 实际上 你在现在这个接近 防疫 差不多去到打仗的战时状态 战时状态 医院 不够地方 野战医院 可能在农场 可能在农场的猪篮旁边也做 好一点就在教堂 在学校 那时候你可能 有个阿婆 就拉了她去帮忙洗窗 帮忙 帮忙配约 什么都做的 那所以你应该 就是 是不是将香港的疫情 严重到 去到战时状态 特别状态 要跳出 一些常规的 条条框框 政府是不是可以 果断地做出一些判断 哪些东西必须做的 哪些人必须用的 哪些规矩必须打破的 那你才做到的 你现在已经是非正常状态 你又要政府行正常时候所做的规则 那当然做不到 那首先他要告诉香港人 香港现在如果是真的想解决问题 真的需要有 一至两个月的时间 采取 非正常的紧急措施 这些紧急措施 靠现有的公务员系统 可能做不到 别人其他地方没办法 香港其实可以 用到中国现有的资源 武汉那时候都是 全国派医疗队伍去帮忙 就是武汉去面对一场 这么严重的疫情来责 他是受不了的 那香港现在就受不了的原因 是香港的疫情不严重 是西方的可能几十分之一 那本来说处于一个相对不严重的状态 是我们很幸运的了 那为什么不趁这个疫情 还没严重的时候 切发清零呢 如果我们真的令到香港可以好像深圳那样 好像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那样 很久都没有一宗发生 那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恢复正常 现在我在内地三十几个城市 大部分都正常工作 正常生活有正常的收入 有正常的经济状况 那香港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做得到为什么不做呢 就是基本上不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靠正常的公务员的配备 正常的医疗配备是做不到的 一定要靠援兵 那你够不够胆用援兵 你要告诉香港人你不做援兵 整一下整一下 但是现在年线起上来 变欧美的状况 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更加多了 现在就是少少疫情影响整体经济 比如这一轮酒楼不能做夜市 酒吧要关门 很多行业都其实是 不是半停顿 有些是全停顿 多少人受影响 那所以我自己倾向是 严厉一点 做足一点 做齐一点 你不要明天宣布开始 你没有条件明天宣布开始的 你计划好了 告诉大家 在譬如 三月份开始 你有两个月做准备 准备怎么做 要通过紧急法例的 通过紧急法例 要汇聚人手 要做一定的培训 做一定的分工 计划好了 计算好了 计算好了 那你三月做到四月 必要时做到五月 那疫情清零之后 你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如果纯粹等疫苗 疫苗中得来 我相信都明年第三季以上 拖的时间更加长 辛苦一两个月 然后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现在香港人 就连家庭生活 都没法正常 其实是一天 八多钟本来不是很多 但是都影响了整个香港 所以我自己的倾向 辛苦一阵 换来长时间的正常生活 我觉得是值得的 其实美国一天都有二十万 那香港真的很少疑科 那我跟美国朋友谈 按特朗普的做法 就不可以封城 不可以叫那些学校不上班 不上学 要那些生活正常 所以美国的经济 就可能没有欧洲有些国家影响这么大的 但是实际上 付出很多代价 我想说 这么多人 但是我想说 他们已经开始疫苗 疫苗之后 打完要有抗体 这样就每三个人受感染 有两个是回头 不会帮他们传的 那就是不传播的人 有三个人中有两个传播 那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 嗯 嗯 明白 所以你觉得是 好像你说的上一次 说明年年尾都未必 之前都未必恢复到正常 是不是 即使有疫苗的话 我自己看 是 看哪些国家 就是 譬如一个国家自己做好了 你就可以恢复自己的生活 好像中国来说 内循环的能力比较强的 中国的生产体系比较原备的 所以它可以恢复内循环 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 当然跟中国是那个关系比较密切 如果中国电的话 香港都 外边的循环都可以有一部分恢复 但是 如果世界不电的话 香港也还有很多地方不电的 你 清了零之后 很快又有些外来因素 又会感染你一下 是 清不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 最好当然是全世界一起辛苦几个月 其实不需要很高科技 只是保持社交距离 不要跟人接触 已经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令到疫情不能扩散 这种病毒 它不可以自己繁殖 它一定要进入人体 和人体 就是人体的细胞去繁殖 所以你不让它繁殖 它整整整整就会无法生存 所以我自己认为用最古老的方法 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做得彻底一点 早点买完食物 派干粮 一段时间就可以 将疫情可以减低 多谢施老板 谢谢